让我们再次欢迎傅鹏老师 那小酒馆的听众 包括你视频的听众 可能对傅鹏老师 你过去的经历不是很了解 我记得第一次和你聊天 特别震撼我的 就是你当年在英国读本科的时候 靠业余时间倒卖车子房子 就赚到了第一桶金 对 我觉得就是小宇宙 包括小酒馆的用户 可能非常少的知道 傅总过去几十年 这个传奇的经历 我觉得可以稍微讲讲 倒房子倒车反正都干过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所谓的交易 不是很多人理解的 说单纯的这个股票啊 或者什么的 其实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是有这个 所谓的交易机会存在的 那我说你其实归纳总结 你价差利差会差 说到底就是这三个东西 你所有挣钱 都离不开这个东西 对吧 那你能导东西 说白有信息差 你能导价差 这就已经我们说 在二十多年前是可以干的 那时候互联网 还不那么的普及 对吧 英国当时99年 上的这个二手车交易网 叫Auto Trader 对吧 那个时候呢 你就发现里边 有巨大的价差 比如说童年线的 公里里程差不多的 然后呢 比如说你当时的 这宝马或者奔驰 那英国的北部呢 就便宜 像伦敦呢 它就卖的贵 那这就有一个 物理上的一个价差 对 那么你就核算成本 比如说你坐火车 去那边 把车收回来 周末把它开回来 你的价差够不够 够就干嘛 所以那个时候 你会发现 买车的人呢 他其实可能很多年龄大 那个时候还没跟上 互联网时代嘛 他还不知道 到这种Auto Trader 去搜 我记得那会儿 年龄稍微大点呢 他查价格怎么查的呢 有那个Local的这种报纸 他上报纸里边呢 就会夹两三页 夹两三页呢 就是小豆腐块 然后呢 什么车 多少钱 多少钱 什么车 多少条件 当这个Auto Trader 上线了以后呢 就很多 像我们就开始 发现一个问题了 这就可以套利嘛 就是说 我把那车 倒动过来 收拾收拾 我挂了这儿的报纸上 因为我们整个去 对比了一下 就发现伦敦 可能因为消费力够 大家呢 对这个资产价格的预期高 那偏远的地区呢 他因为当地的购买力不够 所以这种车呢 反倒价格就低了 你要把富人淘汰的 这种低端车 往北边拉 你把那边更少量的 那种高端车 往南边拉 这是对的 所以你比如说周末 就是把北边贵的车 你从南边开过去 不 把北边贵的车 从北边开南边 把南边便宜的车 从南边开北边 就是形成这样的 一个价差套利 然后呢 一般车回来了以后 不是就要整备一下吗 对 你在学习上成本就很高吗 所以一般来讲 都有合作的第三方 合作第三方 一般都是印度裔的 他们的这个成本就很低 然后呢 一般你把车拉回来以后 花个23百块钱 重新的一翻新一整备 挂奥特区 就出去了 他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套利 那你一算 反正收益 肯定比打工要挣钱的多 所以你可以干这个 就是周末都可以一直赚 然后再往后呢 到2001年02年 就可以炒房了 那时候就可以干房子的 这个生意了 你这个对金钱的嗅觉 是天生的吗 不 这个可能跟家里有关系 因为家里以前都是干银行的 所以从小就是摸着钱长大的 所以你可能对金钱 有那种感知 对 这个确实是有的 但是那种 我感觉是你一种 对钱的兴趣 而不是说因为匮乏 所以你觉得说我必须得干这个 匮乏你肯定是有的 对吧 人贪心永远都存在的 对吧 但是本账兴趣确实是有的 你更愿意去研究他这些事 你觉得反正挺有意思 还顺带把钱挣了不挺好的 对 那你当时是怎么从汽车 然后瞄准房子 不是也是一样的呀 因为很简单 那个时候英国的租金回报 高码 最早实际上是盯着大学旁边的 其实就是学校 尤其是好大学周边 他的这个房地产 用我的话说你倒不需要特别的担心 因为永远有新学生进来 老学生走 对吧 他只要百年大学在 他就是个刚需 而且国外的很多大学 他提供的宿舍特别有限 就你都得在周边租房 所以说学校周边的房子 其实他准确说性价比是极高的 租售比是极高的 当时呢 因为第一呢 看租售比 第二呢 是你要看这个房价 其实最早扯房子还不是我 当时是上海的一个朋友 他父亲 他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 就是99年 99年 当时你其实倒过去看的话 你会发现99年是英镑利率很低 汇率很低 就是当然他对人民币汇率很高了 他对美元的这个汇率 当时是很低的 然后呢 后面的经历的是英国的 就是跟着美国一样吧 走房地产泡沫这个路径 资产价格的上升 汇率的升值 利率的提高 那当时他父亲呢 咱说说话 有的时候人的赚钱啊 是靠命的 就当时呢 他把孩子送过去上大学的时候 他就很敏感 他就发现 这个我要给我儿子租房子 对吧 他就算了一笔账 哎呦 这个租金什么呢 每周比如说一个房间 300磅或者400磅 他就算 这玩意挺贵的 对吧 对 然后就问一嘴 说房子卖多少钱 那这个时候他就合算了合算 我给儿子准备了三年 或四年的学费 那我不如这样子 我就干脆给他买了得了 然后呢 当时英国的银行呢 是非常松的 对外国人什么的 也没啥限制 所以你知道当年 有一些小留学生 从中国是直接背着钱过去的 就海关也不查 就是你真的扛10万英镑 你是能背过去的 现在不行了 对吧 现在查得很严 他当时呢 想说那干脆 我给你准备这三四年 大概那个时候是 预估了200万人民币吧 就是说那我干脆这样 给你买个房 你当二房东租着 就挺好了 所以他就在学校旁边呢 大概给他儿子 当时买了这个房子 他就差不多178万英镑 然后他就买了 买了以后呢 房子你知道都有客厅 对吧 所以说你三室 就可以变成四室嘛 那你就租出去三间 那他就算 后来呢 不是要交学费嘛 然后呢 他就把这个房产 就直接的给了银行 那银行就可以给他贷款 直接付学费 他就后来拿租金 就一直还就行了嘛 所以当时呢 他这儿子呢 也就正常的上学 然后银行给他带着款 放着学费 反正他收的租金 扣掉生活费 扣掉学费是够的 所以基本上也不用去打工 然后到了他大学毕业的时候 就04年吧 就研究生毕业嘛 然后他毕业了以后 那个时候基本上 他这个房子 四五年时间 已经上升很多了 正好也赶上 就是类似于英国房地产泡沫 美国房地产泡沫的一段 大概17万的房子 最后应该涨到 将近30万左右 他就准备走 他就把房子卖掉 大家一核算 好家伙 付掉银行的利息 付掉什么各种东西 学费生活费 他还挣的 换句话说 学白上了 不是那个白真的是白啊 不是指那个白上 所以你说 有的时候人生不是命吗 他这几个大的 这种节点的周期的选择 都是很正确的 你想如果是大部分的留学生 那个时候你会怎么做 从家里拿着钱 付着学费 打着工 征用生活费 然后租着房子 你一定是这种状态 这种周期里边的机会 跟你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他当时是怎么启发你的 他当时很简单 当时我们就发现了租和利率之间有差 你和你当时的同学们平时是不是就研究这些玩意 对研究啊 肯定的 怎么赚钱 怎么赚钱啊 各种生意啊 怎么耗钱啊 那时候我们还发现你举最简单的例子 那个时候的赌场是提供餐的 就晚上提供免费的餐 那所以说很简单啊 能不能去赌场玩两把保证不输的情况下白吃一顿饭出来呢 可以啊 这不是套利吗 后来搞的赌场就不愿意再做餐了吗 对吧 觉得哇你们这些人天天来白嫖对吧 这都被你们发现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一个市场刚刚出来的时候 他信息差都很便宜 所以套利的机会是比较多的 你记得我们上次路过英镜中的那一期吗 就是91年A股出来之前的那拨人 就是什么导顿国库券 对对吧 导顿外汇 导顿那个原始股 你现在活跃在资本市场当中很多大佬 原来都是这些套利搬砖的活 你到了现阶段你说这事好像不怎么高级 但是在这个电子化程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套利其实就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点 而且学会套利的这些人 他时时刻刻他都会有这个套利的意识 对对 我觉得这个当他经历过几轮周期以后 这种人是比较容易能够抓到大的机会的 对 一般来讲呢 就是任何的东西在早期的时候都会存在 那你中国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你从南边搞批文 把煤炭往南拉 那种机会就很多很多很多 但是呢 咱只能说呢 这个经济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嘛 速度太快了以后 很多领域的这种套利益参与者多 他其实就给抹平了 就这种信息材基本上就抹平了 那这个其实是好事 就是消费者感觉受益了 但也是坏事 同时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也是坏事 因为太平了 对 所以现在年轻人大家就是也不会说套利 他可能就是一些简单的小小的薅羊毛的一些东西 互相分享 对 大的你比如说其实也有 你不是像这种新兴产业 为什么这些新兴产业每一个出来个什么新玩意儿 我们要跟上年轻人的脚步 原因是你得保持着长心 你不长心的话 你是有些东西就是你只有新他才有套利啊 你要老都成熟了 怎么套利 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咱们说这个自媒体这东西也一样的 他十年前的时候你去迅速的参与 那你的IP就能站住 现在就会变成卷了 就是在这不停的卷 然后你的视频制作尽量 我视频制作更尽量 然后花很长时间去制作 结果发现挣不着钱 因为我的话说 它的本质就是出现错了 就是当卷 你就没有信息插了以后 那你就是苦活了 你就不值当的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要寻差异化 差异化如行嘛 对吧 就中国因为大量生意都是什么 都是大家为了抢α 最后连β都没有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中国人太聪明了嘛 然后这样这样的一个机会 他一旦看到他的平台的红率区就很短 对的 就是稍纵即适平台期嘛 如果在非常早期 你占有一个相对垄断 流量也很便宜 平台很扶植的这个阶段 你就可以迅速的扩大你的这个收益 但是等到后一个阶段的时候 再进入的人 第一个是门槛高了 第二流量的成本也高了 对吧 第三个就是竞争的对手也多了 所以供不应求的这个阶段 这是非常短暂的 这个其实是我觉得 就是中国的大量的生意的一些隐喻 其实本质上都是这么一回事 就会迅速的拥堵 对中国人又聪明又勤奋 这个真的没办法 对对对 所以说你必须从生意的角度来讲 你自己得成为那个信息差 这个才能控制你的这个竞争环境 就是说我自己是信息差的话 你就没法跟我去竞争和卷 否则的话 别人成为不了富朋友 对 这个其实很关键 比如说假设我是一个投资机构 我会不会去大量的投 比如说我变成一个什么财经MC 因为我去投大量的财经IP 我可能想想的是前两年我会 可能这两年我觉得我不会 原因就是很简单 这些财经IP没有一个 它自己将来具备着这样的一个护城河的 那它很容易被复制掉 我刚才想是不是任何的事情 一旦你要开始用卷这个词来 就可能意味着这个方向可能有点问题 你是不是得换一个事情做了 对的 一旦卷起来中国就速度很快 非常快 就各行各业几乎都是这样的 你发现一个赛道 一旦大规模的拥有 马上就不能做 所以说这个先发优势就那么一点点 对是不是我觉得大家的思维应该切换成 就是不要老想说我要稳定 我要上岸 只要我辛苦完这段时间 我达成这个目标 然后我接下来就是幸福美满的过一生 好像不存在这个事情 你就要想说我现在这个赛道 我可能就干三五年 甚至是只有几个月 我未来一定会再换 但这个没关系 对或者说你在这个赛道里 你得自己想你考什么 我觉得这个跟年轻人的某种形态是相关的 前段时间我不是访了一个名师吗 后来那期播客被喷得很惨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学生他本质上都是同态竞争的 就是有同样的试卷 同样的标准答案让大家做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会觉得说 我之所以走到今天是因为我卷赢了 我卷赢了我的小学同学进了初中 我卷赢了我所有的硬件生 我进了大公司 所以同态竞争是他们认识这个世界规则的一种模式 但是在交易的世界里边 本质上是第一是你要创造独特的供给 就是你要跟人家不一样 第二个你可能要找到供求关系 特别扭缺的时刻或者平台 让自己在红利期当中 尽可能的享受这样一个供不应求的状态 在持续的去抓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够很好的在当中 不断的去放大自己的价值 对我觉得天南其实讲的很对的 就是像学生吧 就年轻人 其实如果进入到社会的话 我认为他干什么事情的时候 第一先去思考思考 就是他把每一个行业先 你不能说他叫研究头 但至少应该去想透 再去干 他要是能想透 他就不是个年轻人了 对 现在问题就在这吧 就是说以前呢 咱说句话叫机会多 你机会多呢 年轻人反正只要敢闯 你就能抓住 现在呢 包括以后呢 叫咱说句实话话 机会是少的 然后你的筹码是有限的 这种经济环境下 你是绝对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子 因为你有可能闯荡两次 我们说在错误的路上坚持两年 你后面就没法翻身了 所以我可能现在跟很多年轻人会说的是 你各个行业啊 什么的领域 你先得琢磨清楚 这一点其实不怕这点时间 就是好饭不怕晚 就是如果能给一些偏年轻的人支招 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把一个行业一个机会想透 有没有什么方法 或者思考框架 反正我的经验就是 你需要观察 就是很冷静的去观察 假设我对传媒很感兴趣 那我的方案很简单 我又不是干传媒的 但我为什么可以对这些行业很感兴趣的 因为有人干 你找他们聊就完了 那个年代有人专门经营公众号 你不懂可以没问题 坐那半个小时 听他聊聊 大概什么情况 因为商业底层逻辑本质都不变的 任何的商业模型模式 它再变 它叫万变不离其中 就是你的底层核心 永远不可能变化的 可能对于这个年轻人来讲 第一步是你得熟悉 所有的商业底层逻辑 这个用我的话说 你不需要去付代价的 为啥呢 就多听长辈们聊聊 对吧 多听小宇宙聊聊 然后完了以后 比如说你想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你跨这个行业的时候 也去聊一聊 其实有的时候 你通过这些交流 你能获得非常多的信息和经验的 对 就是读万卷书不如月人物数 对 最近我有一个朋友 他就是想跨行业 换一个新的赛道 他就会查了很多资料 比如还看很多小红书 我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这个行业 做这个事情的人聊聊呢 我觉得你最起码聊个十个人 你肯定对这个东西更了解 对 我也同意这个 因为网上的信息 有太多粉饰 不一定准确的 但是你如果能找到这些行业的人呢 出于朋友关系 大家聊的时候 比如说如果像我这样性格很直爽 那其实就有一说一了 对 大把请对方吃顿饭嘛 对 好的坏的 反正你都听听 然后完了以后自己品品自己琢磨 这个可能价值我觉得蛮高的 我觉得中间有个特点 就是副总跟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是副总被称为最不像宏观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 因为就是又懂交易 然后同时呢 就是又比较多的参与生意嘛 因为早期也做过PE啊 做过一些东西 所以就是我们看一个事儿 就是宏观有宏观上面的规律 然后在行业有行业基本面的一些特征 那从事在微观层面交易上 没有交易上面的一些技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宏观中观微观的这种结合 其实是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很难一下子就去具备的这样的一些点 对 而且我觉得普通人 我都不是说年轻人 就即便是三四十岁的人 我觉得很多时候 他的思考框架是 他先看眼前周边的这些事情 就比如说 假设我是个大学生 我身边的人都在考研 那我觉得说那可能我也得去考研 他甚至不会去思考说 如果比如两三年后 我这个专业的就业机会 这个竞争格局是什么 他不会考虑这个东西 他往往看都是很微观的东西 他不会想到说 这个行业未来会发生什么 我有没有独特性的优势 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个思考模式的 因为很简单 他大部分人从一开始 就没有形成这种所谓的商人的概念 就商人的概念 看任何的东西的 他的第一反应将来都是一个东西 就是这东西未来 能不能更简 而且就是 我觉得老一辈的思维是 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 就说你好好工作 你听老板的 就是埋头干好你眼前的事就可以了 他不是很鼓励你去思考 对 但千万别拿父辈的那套东西 因为父辈的那个年代 他的工作是包分配的 说白了就是你干就行了 干上几年领导开心 对吧 领导满意 然后大家伙满意 然后你就能升迁 他有的时候就不需要抬头去过多的思考 但现在年轻人哪有这样的机会啊 用话说你进大一开始 你就应该思考 甚至这么说上高二高三以后 好多年轻人其实除了埋头考学一晚 他其实也得抬眼去看一看去思考 那作为家长来讲 我觉得也应该更早的去理解 现在或者说提早就去做一个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预判 这都很关键很关键的 你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对未来五到十年做一个预判吗 不管是时代还是个人命运 对 这个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因为真的 我说99%是选择1%才是努力 选择错了 这就是真的是没用的 不是说老一辈教育我们的 99%是努力啊 99%的汉水 对 不是这样的 错了那汉水是不值钱的 你知道吧 那该怎么看未来 就是一个个体怎么预测自己未来五到十年的 对 就是刚才天南讲的 从大的红 然后到中关的产业 再到微关的个体 这是一环一环的往下去思考的 所以你说宏观没用吗 我告诉你宏观很有用 只是说你怎么去用 微关有用吗 微关调研肯定有用 因为有很多的行业信息查 都是存在的 比如说365行 你不可能行行都懂 但是行行都有自己的 自己小秘密 对 比如说如果趁着年轻 其实我觉得他年轻倒不是说 我一定挑定那个行业要干啥 年轻其实最大的好处是 365行摸300行 每一行可能都摸都聊 你觉得比如我有时候出去调研的时候 这行业可能跟我没直接关系 但我也愿意坐在这花半个小时 听你去聊 为啥了 这是一个信息差呀 前几天我考了一下我们的下面的研究员 我说我出去调研的时候 我说那台球桌卖的很好 咱们这个number one的台球桌的生产企业 在现在的经济环境下 人家订单未来三年全满 并且都是先交了全款 三年后拿货 或者两年后拿货的 而且现在他还有盗版 因为他订单现在排的太满 没法供货 就是人仿造他的也有 你要想 那你做的是正常人来讲 假设我没有这种习惯 那我可能就pass掉了 因为我会想这跟我没啥关系 不 当你听到这故事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问为什么 你要问他 why 然后呢 这个信息差就有了 我一听他聊完 好 他说很简单 我现在真正意义上顶替的 就是平替商务KTV 年轻人的消费 商务KTV太贵了 而且坐那干喝酒 干唱歌太无聊了 然后现在的等于说台球 酒吧 商务的这种交流 年轻人的这个都融合在一起了 挺好 然后我跟着他去看了几个 这样的一个台球 那不是我们理解的台球 就是听了 这个时候你发现了 原来他已经多了社交属性 多了商务属性 多了商K的属性 多了酒吧的属性 你发现就多元化了 然后包括网吧 你乍一听是不是就觉得 传统行业没啥 但是很简单 现在新型的这种融合式的 电竞网吧 你去看看也很有意思 我去看了一家就非常好 那进去哪是网吧 那进去就是个咖啡厅 而且很高档的咖啡厅 但是它所有的位置上都配好了 你可以理解就是星巴克 每一个位置上都给你配了电脑 然后旁边还给你放了这种支架 然后可以让你随时放笔记本的这种东西 它的很奇怪的商业逻辑是 它的电脑的使用费用 是比正常网吧还低一点点 甚至是打平的 就是你去那种很破的网吧 什么价格 它其实也是什么价格 那你是不是会觉得人家傻呀 不傻呀 因为非常简单 它的诱惑力是在于什么呢 就是满足了 你记得以前有一批叫 WeWork 就共享办公 很枯燥很无聊对吧 一小隔间多无聊 那你不如到我这来 但是到我这来呢 你说你笔记本的性能不够用 因为这个我估计 尤其像现在做自媒体了以后 你普遍会发现 这个笔记本的性能太不够了 跑不动吗 带不动吗 然后呢 你发现现在的这个 硬件电脑的成本就很低了 那我给你配上这种很好的 你去WeWork 还是自己买电脑 对 然后你发现 这个办公前速度很好 休闲的时候 坐这也能聊天 它挣你什么钱 非常简单呀 咖啡的毛利率是多少 35块钱的咖啡 或者你成本就是5块钱不到 4块钱5块钱 然后它配的咖啡的餐点 牛角包 这些东西都是超高毛利的 那它只要把你人留在这 形成了这种习惯性的办公场景 那换句话说 其他生意就起来了 以前干这个生意呢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你的投入很重 有的人会说 那我给你配这个电脑 卧槽成本两三万 对吧很贵 你现在去看看硬件的价格 很多人可能都没注意过 这个硬件的价格 我这么说吧 现在配个什么3060Ti的电脑 加什么2K这种屏 比手机便宜 然后你就会发现 有些生意逻辑又倒回去了 对 就是从原来的移动式的 哗 好像又倒回场景式了 这时候你就发现 虽然是传统行业 但是它正在爆发新的这种变化 我觉得天下来觉得很神奇 就像不管是台球厅 还是网吧 都是一些我们觉得是 可能是上古时代的 八九十年代的一些 但是你发现这几年 它可能又换发升级 它到底是因为周期性 还是只是说技术的进步 它其实就是迭代 更准确的说 像这种传统的东西 它其实就是商业模式的迭代 就是一层层商业模式的 不断往下跌 它其实对终端用户的理解 很关键 就是用户迭代了 你其实商业模式也需要 也当然需要跟上 不然的话你就会被淘汰掉 那富翁我就很好奇 这种商业模式变化 到底是比如说 主力消费人群的变化 还是说人群还是这些人群 它的偏好在不停的在流变 人群的变化 因为一般来讲 这种偏好 其实只有随着年龄会变 当然了人群变化 也是年龄变化 本账也是一样的 所以你可以理解 这个偏好也好 人群也好 它其实都是一回事 就是很少 你会出现一代人的偏好 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除非像我这样的 就是说 我需要不停的跟年轻人 打交道结合 去了解他们 用我话说 就是可能我个人 是属于打破这种界限的 就是要不停的去探索 去探新吧 可是不是那种 不跟上新的潮流 让自己失去敏锐感 会让你感觉很难受吗 对 一是难受 第二 我觉得实际上 我的兴趣就失去了 年纪主持人说 我们的兴趣就是探索各种 你可以说跟前有关的 对吧 探索各种跟前有关的 我突然间不探索了 那我岂不就很难受了吗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 我觉得我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我没必要去了解这些东西 我只要活着 世界都需要探索 包括做自媒体 你最开始说 你自己研究剪因 我都觉得很震惊 因为绝大部分 就像你这种咖味的人 他可能觉得说 我找一个小编 让他帮我来做 要研究 不然的话 你哪知道 这小编挣的是什么钱 然后你突然间发现 哦原来可以不用他 那这不就可以省钱 这才是商人的习惯和思维 这就是商人的习惯 就是说我要考察 我给你付的这个工资的工作量 到底是多少 那有些老板就很容易被忽悠 就发现哦雇了人了 有些员工还会忽悠老板 就说老板 这个活其实很重的 一个人是干不完的 你必须得配两个人 然后老板上行行行好好 结果你发现 我最后变成了老板 给公司打工了 对这个就是问题了 老板能不熟悉 每一个环节的流程和成本吗 写到了写到了 我感觉我以前了解的是 另外一派 就是你要尊重专业 比如我是做金融的 那我现在想尝试自媒体 那我可能找一个 我认为他在自媒体 方面很专业的人 放手让他去搞 对 但是新兴领域 说句实在话 谈不上谁比谁更专业 没有专家 关键是 对 以前我跟你的这个思维 是一样的 我可以说这个事业有专攻 对吧 对 但是这几年 你可以发现各个领域 是不停的在冒出新的东西 其实新的领域 咱说句话 大家都是同步 起步开始探索的 这个里边你说 这到底有多大差异性 我觉得谈不上 就我学学我也能干 对 就是说我只要不是说 你干了20年了 我再去跟 我就跟不上了 那你说都差个一两年 那搞不好 有的时候换个角度思维 可能你还没看到 我换个角度说 我已经看到了 这其实是更多的 我觉得是个互补关系了 已经谈不上 谁绝对是什么了 而且你看这年头 不都是绝对的被干掉吗 你比如说 我们现在坐在这 这个播客 对吧 你说我们能有 以前的广播台 我也不懂 它的设备 到底高端还是不高端 但至少看起来 比我们这个宏大的多的多 但是那不是现在 从商业的角度来讲 不也是慢慢的 被替代掉了吗 所以你这发现 这年头 其实都是乱圈 大四老师 我在广播 做过三年主持人 就是这个房间进去的 总成本 就是要大几百万 很湿 很温 很痒 但每个设备 都是非常非常脆弱的 但是你真的去看 那些内容 你会发现 很多的广播内容 它已经非常的格式化了 因为你的每一个段落 都有广告主 你只能在广告主的 缝隙里边去填画 这时候你所有的内容 其实就是画感化 就很容易比较的僵硬 但大家要的 真的是这个东西吗 真的是要一个 几百万的话筒 出来的声音吗 其实不是的 大家需要的是 真实的聊天状态的还原 那真实聊天状态的还原 反而在广播电台 是最难实现的 这是为什么 乱全打死老师傅吗 就是因为 现在激建起来了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如果你是只是做一个 技术的专才来说 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去 锻炼自己差异化的 否则压力会很大 是的 你就想看那个B站 或者什么那种少视频 其实有的时候 很多社会现象 你其实跟金融都相关的 所以你一聊 就挺简单 你其实到现在为止 他们做的那视频 从来就没有搞 也不打搞 就是空了 往那架一手机 卡一路 就给你一个话题 你就能开始 远远不动 我话题都不用 比如说我这周 我自己在观察什么东西 我可能觉得 有什么东西可唠唠 我就夸 你像昨天发那个视频 就是昨天半下午录的 然后花了20分钟 剪硬因为很快 反正什么人工智能剪辑 卡一键 就生成了 你都不需要助理了 你一个人都可以 就我的逻辑 就是不需要要求那么高 因为你其实性很关键 那些用户 他其实也不在乎 你的剪辑多漂亮 他的成本 现在超级的低 可能两杯咖啡 我就说传媒效率很高了 就是从去年 我们感觉 就是传媒 其实它的真正的 这个利润来源 它其实应该来自于降本 它不来自于单纯的增效 就是你打天下一回事 但其实你会发现 守天下的成本 如果下降了更好 那它其实适合什么的 就尤其适合 内容型的播主 就是说用户更多的粘性 是在你的内容上 这个其实就是 你定位只要定好了 你其实发现 是不存在着 所谓的天南奖的 这个专家的 可是我在想 就是大部分人的思维是 我就是个普通人 我也没有很聪明 也没有很厉害 我在世界上 也没有很大的雄心 我只想有一份普通的工作 普通的收入 为什么还这么难 世界都在进步 所以说 你不进则退 没有一成不变的 用我的话说 这平凡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就换个角度 我也跟雨白 来探讨这个角度 是不是有的时候 是求平凡 很难得到平凡 你只能求不同 然后抓到一两部红利以后 你才可以去选择平凡 你求平凡 很难得到平凡的 因为你其实就是 随波逐流 就是说 你的命运 很大程度上 你会被周期 被趋势 被行业的变化 被某些人的意志 所左右 其实你 就会比较被动 你会很比较被动 所以你不可能 去追求平凡的当中 获得这种平凡的 对 因为我平时也爱 网上冲浪 接着我看到人家说 我真的只想要一份 可能有双修 或者是月薪 只要五六千的工作 就可以了 就为什么 这种工作都很难 就咱换个角色 不能单纯 站在自己角度 你倒过来 你换一个角度 去想想 如果你是老板 你的缘故跟你说 他想要一份 这样的工作 你给不给吗 那我从我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这么平凡 那我就请问 为什么我要 画五千块钱给你呢 对 我就发现 这是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那些 特别追求卓越的人 比如说 有很强的敏锐度 或好奇心 他攒了很多的知识 这种人 他在高薪的职位里 反而是稀缺的 企业主是很难 招到这样的人 但是如果你只追求一个 薪水不是很高 很平凡 然后技能要求 也不是很过硬的工作 你反而会很难找 对 说白了 你想要这种岗位 就得找那种 超级有护城河的岗位 就是相对不容易的 就是财务 一般来讲 你会发现财务 就是他想要的那份工作 平淡无奇 但是领着工资 但是老板一般轻易 不愿意动 OK 这就是你的护城河 不是像很多人都说财务 现在被AI替代的挺多的 这一看就是没干过老板 干过老板的 一定知道财务是不轻易动的 像我妈做财务 就是做到退休 还可以再返聘五年 做到这个公司不行为止 一般公司 最核心的财务 其实都是这样的 对 最核心的财务 可以告诉你 老板真的是不愿意轻易动 因为他知道太多了 这就是护城河 你要成为核心的财务 所以了解到自己的兴趣 和自己的偏好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特别对于年轻人来说 这两三年 比如说你在长白山的时候 如果有年轻人 就是专门跑到长白山来找你 他们最困惑的 或者他们想知道的问题是什么 一般来说 它更多的还是关于专业上的 比如说未来的全球的这种走势 格局 未来的这种投资的 大的逻辑框架 这些东西会更多一些 涉及生活的很少 那你会给一些什么建议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听众 很多也会想知道说 接下来他到底该怎么投资 以及全球的这个投资格局 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这个反正相对专业了 但是就一句话 我确实不知道 有多少听众能够get到 就是原赃来讲 你过去的这个二三十年 在中国 你的人民币端 本质上是作为资产端在投的 也就是我们所有人 在考虑投资回报的时候 你其实所有的人币资产 都是代表着资产回报 资产回报啥概念呢 我简化一点 比如说举例子 房子 房子的资产回报是啥概念 是指房价从100涨200 200涨300 300涨500 这个我们叫做资产负债表中的 资产端的回报 它指是资产升值 但是房子还有另外一种收益 它叫负债端回报 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房子 举个例子 我每年收5万块钱或10万块钱的租金 假设房子不涨的情况下 这个租金每年带来的 就是我持有房子成本的下降 就是它叫负债端回报 那么在中国呢 过去的2030年的整个正向反馈中间 大家从来没有考虑过负债端回报 我们所有人都是 这东西买了能不能涨 至于能不能租出去那点租金 看不上 简单讲就是资产端回报太高 大家其实一直对负债端回报是看不上的 所以你跟他讲一个生意 你说这生意挺好的 稳稳当当的 每年挣个3%或者4% 这两年如果你跟他讲3%4% 开始挺香的 开始挺香了 对吧 那你如果拨回10年前 我告诉你3 4 我随便放个带 我都3 40%对吧 两分两分 我怎么可能看着你3 4 其实就是之前的这个资产端太快 杠杆也快 然后呢回报率也快 所以大家呢 大部分的人都是沉淀在问 说那未来能投点啥 他一问这个话的时候 其实他的潜意识里 大部分时间指的是资产回报 但是我可能会打击他们的 我会告诉你 你应该投具有负债端回报的东西了 而不是资产回报了 因为这个大周期结束了 所以在未来的10到15年 你们会发现负债端回报很香 虽然它不高 但它会很香 所以你看 比如这两年的股票市场非常明显 你看现在天天在 所谓的创新高的 所谓的一直在涨的 哪个不是所谓的叫高股息红利 对 但是啥叫高股息红利啊 简单讲就是 你说我有成长性 我没成长性 但是我每个月 每年我能给你挣个3% 5%回来还能给你分 这就叫做高股息红利 就是这类公司 那这类公司准确说 它就是指的是 它负债端回报很好 但是呢 你比如说以前的是 我管你挣不挣钱 你这公司估值能从 一个亿变 两个亿变 五个亿变 十个亿 成长股 A轮结束B轮B轮结束C轮 那好 我投你 那个都是为了获得资产端 没了 所以说你会发现 包括现在这个年轻人出来 干生意 做创业 投资都一样 你的第一件事 先问 你的这个商业逻辑和模型注年 有没有那个叫 负债单的现金利用回报 没有 你说我现在就想再烧钱 烧到一两年后 有拖资人接 好 这事放十年前都对 放几年前 可能疫情前都对 放现在 以及未来的五到十年都错 我说很难 对 你其实看看现在一级市场 做股权投资 看看二级市场做投资 都变了 一级现在逻辑不都变成了 你挣钱吗 你有现金流吗 没有 你现在想给我一个高股市 让我投 我肯定不干 二级现在就变成一样的 就问这个公司 你的股息红利多少 有 我就投 没有 那很简单 很谨慎 所以市场这种分化 跟经济里边的表现 其实是完全吻合的 准确说就是大的宏观环境 已经不支持我们在 未来十到十五年提供太高的 自然汇报率了 当然你利率现在也很低 其实也就代表着 他在告诉你 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就这一点 其实很多年轻人 你能盖得到 已经很好了 很好 很好了 就是现在可不是什么贪图快 或者一夜暴富 现在贪图的就是一个字 吻 然后有没有当期限金流 就是这个话 对 刚才您提到说 可能未来十年十五年 大概都会这样 但有没有 比如说什么情况发生 会导致这个逻辑会变了呢 我们走啊 一代人走啊 一代人走 腾出资源 腾出机会 腾出空间 给下一代年轻人的时候 它的风险偏好会改善 然后它会逐渐的重新的回来 这种大的周期 可不是一年两年的概念啊 它基本都是不到十年 甚至更长的 这种周期逻辑 对 靠一代人的更迭 对 它基本就是靠一代人 因为你如果穿吐到根子上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刚才我们分析了 什么信息过度的透明啊 扁平啊 卷啊 其实说到底就是分配结束了嘛 就简单讲都分配完了 那你哪有信息差 哪有不卷的地方啊 没有了 你想没有了 风险票怎么扩张 你如果想扩张 那很简单嘛 重新的再分配嘛 那答案就只有 一个例子 我走了 重新分配了 那你风险票就回来了嘛 一样的 所以这种周期呢 你日本走了25年嘛 就是淘汰一代人 其实欧美也发生了 从80年代一直到 08年09年 它也是在淘汰周期 经历25年 告诉增长以后 我们其实也进入了 所以说现在 对于所有的年轻人也好 职业规划也好 投资也好 做生意也好 所有第一件事都是稳 然后当期现金流 所以你知道 包括工作也是那个道理 什么工作是不怕波动 永远有当期现金流的 那你问问年轻人 现在都在干 都在上岸 都在上岸 都在什么所谓的考编 考工对吧 这个放到当年日本是什么 放到当年日本就是 大家都想去考 那个大型企业的 终身雇佣制员工嘛 那不是一样的吗 因为只有它是最稳定的 永远获得负债端收益的 因为我之前一直觉得说 我不能理解 就是你一年考不上 考两年 然后考三年 就为了一个上岸 我会觉得这个东西很不划算 但是今天跟你聊完 我有点动影 现在年轻人倒是有个好处 你至少可以按照自己兴趣 去找工作 但不能单纯的 因为兴趣而兴趣 你在兴趣的基础上 就要迅速去研究 你觉得你喜欢电竞 喜欢这个像路啊路啊 这英雄联盟这种游戏 爱看比赛 爱看比赛 你应该去研究 这个商业赛事的模式 广告商 你去研究它的直播 你去研究所有的 电竞赛队的运营 对 它的商业 怎么去运营 咱说句实在话 爱好到最后 你不能当饭吃的爱好 是没有用的呀 你得先养活了 还是回到那个 就是你一开始要想好 怎么靠这个东西赚钱 对 你得先养活了 你自己啊 兴趣爱好和 养活自己生意之间 其实跨过去 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就是真正成功的 其实都是把自己的兴趣 做什么的事业 它两者之间的那一步 其实就是这一环 所以有句话就是 一个事儿 当你做起来毫不费力 但是别人很痛苦的时候 这就是你的优势嘛 因为任何事情 就是从兴趣出发 但是在过程当中 去寻找到它的商业规律 那么如果你从兴趣出发的 当中又找到了商业规律 你就可以从一个爱好者 变成一个精通者 你成了一个精通者 再而然前就会 向你这边集中来嘛 对 而且我这也补充一点啊 就是除了专业上的 兴趣精通以外 年轻人其实应该多一环 就是专业和商业的结合 因为我见过很多的年轻人 叫专业兴趣很深 但是发现自己活不下去 对 就这东西不赚钱 不是 他不会把这东西 转成赚钱 这才是最尴尬的 就是从一开始 他决定干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纯兴趣吧 但是呢 他从来没去多想一步 就是这个兴趣和商业之间 我未来可以怎么挂钩 所以他这儿是脱钩的 所以你会见到一批年轻人 很有意思 就是他可能在某一个领域 他很深 但是他自己挣不着钱 然后活不下去 那做播客的大部分都是这样 我跟你讲 绝对会有一批这样的人的 那大问题其实就存在了 就是他没法把兴趣和最后的商业模式 联合在一起 这一环其实可能从我们的角度 就是你举例的 我兴趣 我喜欢玩车 我也喜欢改装 但我从一开始 我要先进座 我拿啥玩 我拿啥改 对吧 我先拿这玩意 能不能挣钱 挣着钱 我再接着玩 他这个路径逻辑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 你举例的不说 可能像年轻人 他可能说 我喜欢电竞 但他从来不去想 这个东西 后来商业逻辑怎么样 怎么去挣钱 怎么我应该在里边参与那一环 他不去考虑 那可能从我们角度来讲 我可能就会给你补充这一步 就是你要去想 如果你喜欢 我们不反对 但你应该去 把后面的这个挂钩 他的每一环里 其实都有商业 你哪一个点能抓住 就够了 兴趣也有了 是专业也有了 商业也有了 这就是完美的 对 而且就即便你有自己的主业 你不去做这个 但你要想明白了 你也会觉得挺开心 对 一定要想明白 一定要想明白 对 所以就是 我觉得这个好像 还是得日常训练和培养 你看到一个 让你觉得很反常 反直觉的事情 你去多问一会儿 研究一下 为什么这个东西 它能成 能赚到钱 就比如说 那个台球桌的订单 激增 你多问一下 多少人聊聊 可能也许就会 而且更多的是一种 对自己思维的培养 对 你说这儿的 有好多年轻人在 以前他就说 意思就是说 这个副总做金融的 对吧 这个什么自媒体 什么这只玩意全玩 啥意思 是金融挣不着钱 然后去做媒体 你发现 年轻人一定有这种偏执 这个就是错的 为啥错的呢 非常简单 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逻辑 金融是我的主业 但是我的主业 突然间形成了一个交叉 我突然间写的 这个金融市场的日记 突然间和 比如说当时的公众号 有了一个交叉 那换成他的理解 是不是说 哎呀 反正干金融挣钱 这玩意不玩就行了 放心 一定大量的年轻人 是这个思维 对啊 但是我告诉你 这是错的 为啥了 你的任何的主业 可以不放弃 但是任何关联的 都要去延展 这个延展指的是 你举例的 我可能一开始 并不会把什么公众号 当成事业去做 但我一定要做 一定要了解 那对于我来讲 我增加的唯一的一个 叫时间 就是我原来在彭博 BLP上的那个 notes让我写 我唯一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写完了 copy站定 然后到公众号上 你说我就多了 这么一点 根本没有花太多时间成了 不需要 我干了这么一件事情 但至此 我接触到了自媒体 所谓接触到了这个传媒 然后你由此 就慢慢的延伸出来了很多 这些东西 都是你隐姓获得的 这种财富 但是你换句话说 如果按照你的思维 当时你就不去干 那是不是你就错过了 有人说人生呢 就是这样子 不要去拒绝 就每一个点上 进行延展的时候 不要拒绝 你可以去选择 我不侧重于这儿 但是呢 我不要去拒绝 新鲜的东西 你拒绝了 那实际上 你的路就会越走越载 越走越载 探索的心 什么就是这一次了 但像你这样的人 感觉才是少数 但是这也是 我们想分享给年轻人的 对 就是不要拒绝新尝试 其实人的天性 你说我们生下来 小的时候 就是天然具备着 好奇心和探索心的 只是说 像刚才天南讲的 你被约束了 你通过这种范式教育 一步步的下来以后 你其实很多的这种 好奇心被约束住了 探索心就被约束住了 你可能家长就会告诉你 不要干这个 就是专心的考语书外 然后考大学 你把这约束时间久了 那他其实这种 自己的探索和创造欲 就消失了 对 就凋零了 对 我想起我之前跟一个 做AI的一个大哥聊 他就说 其实他觉得AI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是个好事 它其实就是 让你回到你小时候的状态 你小时候就觉得说 我想要成为科学家 我想要成为画家 但是你没有学习 这些专业的技能 但是现在有了AI 他就可以帮助你 像你小时候一样 就是实现你的那些愿望 你不需要学习 这些特别专业的技能 然后你有相应的知识 你知道怎么样描述 你有一个很好的审美 你照样可以做这些事情 所以对于这些成年人来说 最重要的是 你要释放你的想象力和好奇心 对的 其实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 各行各业 其实你只要观察戏了 用我话说 很多人是可以改变自己的 真的 你像早些年的时候 刚刚开始 这个外卖跑单外送 也是闲聊天 当时就有一个外卖小哥 我觉得他就很聪明 就是说他干这行 虽然是个体力活 但他肯定不是像大部人 我干就干 反正挣钱下班 回去打这个王者荣耀 然后睡觉 他不是他干的时候 他跟这个老板们聊天 跟老板聊聊聊聊聊 大概就是疫情前吧 17年18年 他可能就发现了 现在老板们都用预制菜了 对 就是这个出餐速度极快 用预制了 店越干越小 越干越小 他就敏感的意识到 那是不是很简单 这里边有信息差 谁先找了各种预制菜的供应链 然后是不是就随即的 在这一片区里 就可以迅速的成型 他就发现自己送的这个单子 他里边的这个变化就很明显了 然后他自己就跑上海去参加 就是每年那个预制菜的会展 就是展览 他就在里边去看 然后根据自己送餐的那个情况来评估 我这一片区某一类型的还没有 他就很快的去做 你像前几年我们特别火的那个小炒肉 对 有印象吗 什么胡子小炒啊 什么那个小炒 那都是预制了 很早就预制了 但是你没发现吗 谁抓住第一波红利 就是举个例子 小炒肉 假设整个供应链刚刚健全 市面上还没有 你啪就抓住第一波 是不是就上来了 对 那他这两年的商业模式 早就不会送回来了 他实际上在研究上 由哪些菜快速的转成了预制以后 在当地就迅速的租个小铺铺开 开完了以后 第二年你知道他干嘛 卖掉 铺子卖掉 给他送供应链 给你送东西 然后再开第二家 比如说前两年是香菜 走预制了 啪再切过来 在前年呢 是东北铁锅盾预制了 啪再切过来 他开始变成了 你看似他在开外卖 他在卖铺子 卖供应链 这就是个很经典的案例 对 这是很多行业 非常底层的一个逻辑 就是渗透率 从零到一的时候 你是挖金子 从一到十的时候 你是卖铲子 为什么 因为渗透率 它是加速提升的 你在早期供不应求的时候 你有信息差 你就先把金子给挖了 挖了以后 大家发现你能挖金子 这时候你的金子东西 你就不能再做了 因为后面会非常的拥堵 但是卖铲子可以 因为想来挖金子的人多 你再把铲子再给卖给他 那这样的一个逻辑 其实是在很多行业里边 你可以持续玩的 你就可以吃两拨 从零到一的时候 你去赚钱 从一到十的时候 你去卖方法 昨天你会发现 我是想说的是 这个年轻人 他没有选择躺平 他虽然在送外卖 但他其实 一直在琢磨 对 因为他自己触及的这个手 绝对比我们深刻 你想 结许他身边 99%的外卖小哥 都是一种最简单人生 接单 跑 是啥 不去思考 然后呢 反正我送完了 挣几块钱了 我一天跑下来 比如一个月 跑下来6000块钱 租过租租房 然后打着游戏 根本不去思考 哪怕送外卖 他都不去思考 那完蛋了 那你跟他的差距 就出来了嘛 对 不管你是做外卖 起手 还是做什么行业 可能大部分人 大家思考的深度 都会比较低 只要你稍微思考一下 你可能就能跑赢 90%以上的人 是的 这里边就是我们说 一个巨大的变量 我再提一个 你放心 你们肯定不知道 这就是信息差 这一年 玉制菜正在转新的赛道 是什么呢 你问在点餐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有一些店铺 明确的打出来 就是我们家 非玉制现草 并且时间长 然后并且价格贵 您可等 你就选 不可等 你就不选 然后你在整个赛道中间 你会发现 他家的价格贵 20%甚至30% 然后你会发现 他反倒订单很多 又倒过来了 对 就是当我发现 全玉制的时候 我已经没法卷的时候 那分场订单 我倒过来 然后那有人说 倒过来不就输了吗 价格贵了呀 不 你要知道 他逮的就是那批客户 那批觉得 是我要吃的健康 对 他要抓的就是那批客户 你发现 照样是可以一军 突起从里头走出来 对 你会发现 是不是传统行业 也是你只要愿意 很多事情 确实是值得 重新做一遍 对 你只要愿意去观察 里面还是有机会的 我就想起 不管是上班下班录什么 我就喜欢看那些店 然后我就发现 我们公司附近 就是有很多的 那种实体的女装店 然后你感觉 也没有人进去 我说都2024年了 为什么他们还能 屹立不倒 就很神奇 其实你知道成都 做的比较大的 那个女装别样 实际上张力 她也是我们的朋友 我告诉你 女装呢 第一呢 这个线上电商 存在这个问题啊 第二 其实女装的真正的逻辑 是社交 是社交 对 女装的逻辑 就是你想把女装 在一个城市 就是一个片区 做得非常好 你不能把它当成 一个sells销售 它本质上是一个 社交场所 社交场地 也就换句话说 你的客群日积 夜累下来以后 它来你这儿的目的 就买衣服是顺带的 社交是交流 沟通 同样的女性 这样的一个场所 是核心 那比如说 当时张力在成都 她的衣服怎么去买 她到了每年的夏季和冬季 就是所谓的新品 比如说在厂家设计师 全部上来之后 到达了成都 她会在酒店里 直接的办秀展 T台 但是T台上的模特 全是自己的客户 哦 哇 那他们开心思 对 然后全是自己的客户 然后所有的新品 你挨个的试 挨个的换 给你进行装造 然后下面有 摄影师和摄像师 全部给你拍好 那好了 拍好了以后呢 等你订装结束 T台秀结束了以后 非常简单 你不用去购买 他会把这些 所有的照片发给你 当发给你的那一刻 你订单 其实也就下完了嘛 对啊 对 所以说你会发现呢 客户去他那的时候 其实你比如说 可能店铺里边 很大一部分的面积 并不是挂衣服 对 它很大面积 就是大家坐在这儿 对吧 这个英国的古词 大家坐在这儿喝喝下午茶 很漂亮的蛋糕塔 大家聊聊天 然后在这儿甚至可以 各自分享很多的东西 这样形成一种社交场景 然后服装在这儿 其实大家就不会特别的care了 而且再加上 确实你讲的 就是说 一般像这种女性 去购买服装的时候 她其实不会选择线上的 因为线上确实存在 就线上一般就小年轻孩子 那么小年轻孩子 她也不需要 这种所谓的社交场景 所以说你会发现 她瞄准的这种中年的女性 就是30岁左右 开始一直到40多岁的 这一代的女性 第一确实有钱的 第二用这种社交的方式 去粘住她 这就是最好的 所以说你会发现 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玩法 像前两年在各个省市 出现过什么情况 就是你找远郊区那些别墅 一般来讲空置的也高 对吧 这两年房地产更惨 那你举个例子 咱们开玩笑 比如说你说 我现在在上海 想做个女装 我可以投 但我们的前提是 把所有投的这个钱 我们跑到 比如说上海 虹桥或者哪 我们买一个别墅 带院子 然后呢 这作为公司的固定资产 然后银行支押 还能换取流动性 杠杆足够了吧 没毛病吧 然后现在房子又打折 但是我们要把它 做成一个会所 一个女性的会所 服装导购 珠宝导购 只是在里头 其中一环 那我的社群呢 就是做小社群 就跟互联网一样 我做的是小社群 一点点的扩大 那么让它最好形成 比如说大家闲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儿 去休闲 去聊天的一个场景 新款上来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在这挑 这种实际上 就是做小客户 小群的 实际上你说商场离开 那你只能走流量 你绝对做不了 这种款式 这种方式的 这样我很好奇 就是傅老师 你会帮大家 出这么多创业点子 没有哪些会吸引你说 那我也下场试试吗 不是我自己不是 已经下场了吗 对啊 像这样的创业点子 你说投一点 就是投钱的 可以啊 投一点也可以啊 但是就是商业逻辑 必须要非常清晰 当然我的投钱 绝对不会是单纯的少的 我的逻辑 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就是从一开始 架构这东西呢 我马上就可以变现的 不知道方方应该问 就那你在投资上 有踩过坑吗 有啊 肯定有啊 这每一个坑都有啊 那你学到过的 比较大的几个教训 能分享吗 有一些教训 可能不是商业逻辑上 有一些教训 可能都是跟人有关的 就是说你的合伙人 其实很关键 如何识人 如何识人 其实很关键的 因为你说到底的事 钱都可以提前的去考量 但你最大的变量 实际上是人 这是最不确定的变量 如果你做早期风投的话 其实问题更大的 都是在这 为啥呢 因为非常简单 早期风投 商业idea逻辑 都能讲得很清楚 资金你也可以出 但是人的责任性 这个东西 你是无法去避免的 很难短期考量 对 实际上为什么到后期 大家都说的 比如说你是发起人 你必须跟头 为什么这样子 因为很简单 你的责任心不在了 那整个其他投资人 就会受损 还有就是 你创业的时候 尽量选择 同阶层的 因为阶层这个词 可能不好听 对 刺耳 刺耳 但是尽量同阶层 为啥呢 因为同阶层 你能扛的风险 能承担的 能包括潜意识的社会资源 更加的匹配 那你很多事 其实就 后面就会走变形 这是一样的 你要么就是干脆 你自己投 变职业经理人 也行 但是那个就是 不是投资人了 那你就直接下场 自己累死的活 要去干这事了 所以为什么 中国好多企业 都做到最后 它都是直系亲属的 就是要不这公司 就是孩子啊 要不这公司 就是家里亲人的 它原则上 就是解决了一个 信托责任的问题了 那解决这个责任心 它是天然有责任性的 但利益也一致 利益也是值的 其他的都是不一致的 这可能是 实际操作的时候 年龄可能面临 更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其他事 都能通过想 提前的去 更谨慎的去思考 能思考的好 但你后边的人事 你是变量很大的 对 就很多时候 是可以共患难 但不能同富贵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 连共患难都不行 确实 就有的时候 可能现实情况 就是同富贵反倒可以 共患难反倒不行 其实都很难 就包括 其实有创业经历 多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你在做一些重要事之前 你其实对一个人 你很难有充分了解 你以为了解一个人 其实你只是了解 他的一个侧面 一个截面而已 他在不同的经济环境 不同的周期下 不同的诱惑下 他有什么样的表现 你其实都没有经历过 这些考验吗 堪比结婚了 其实是这样 他就花很多的时间 去磨才行 但如果一上来的 结构就是错的 比如说你是个穷小子 跟一个富二代老板 他有一百摊身影 然后你指望 在他的带领下 你这个公司 蒸蒸日上 或者怎么样 这都会有压力的 对 就是我们也快 到节目尾上了 因为傅老师 接触的领域特别多 就前面我们也说了很多 那如果给现在 我们的听众 两到三个建议 不管是行业机会 还是你的个人成长的建议 你会说哪一些 第一的 对于年轻人来讲 其实很难谈 这个行业建议 因为原则上来讲 我只能说老的行业 你确实卷不动的 但是新的行业中间 我比较推荐的年轻人 可能还是 第一 兴趣 加上深度转成专业 但再多一环 加上商业的思考 这三环形成闭环 你其实足够了 足够收拥了 就是说 以你的兴趣为基准 但是在这个基准下 我们说你去把深度 就是专业度做好 在这个基础上 再把商业模式讲清楚 这三环做一个闭环 三环都得想清楚了 三环闭环 如果你没想清楚 除非你运气很好 否则它也很难 对 但是运气成分肯定有 对 但是这个其实你很难具体的去评估了 所以很多人觉得说 别人赚钱 我就去赶 不不不 你钱两个要素不具备 对 你干了很痛苦 对 一定是这仨结合的很好 那还有别的建议吗 别的吧 就大环境它必须要清楚 这就更细化了 在这三者之间更细化 就是细化的时候 就根据大的宏观环境要考量的 就之前我奉劝大家的 就是说 现在大的宏观环境 肯定不是以前的那种 烈火朋友 高增长这种状态都不是了 所以这要做调整 就是把这些要素都想清楚 然后保持自己敏锐度 如果运气再不太差的话 你大概率也不会过得太差 是的 所以千万也别单纯的躺着 那也没意义 就是祝福我们的听众 我觉得跟傅老师交流 确实学到了很多 包括我想起很多听众 听完了以后知道自己 为什么赚不到钱 那倒不至于 就是有点启发就好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期内容有启发 欢迎你把它分享给你 关心的朋友和家人 在结尾 想和你分享一件 让我印象深刻的小事 四年前第一次见傅彭老师的时候 正好遇上原油宝宝雷 那个时候我什么都不懂 就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 我说如果想要弄懂 原油宝底层资产 了解原油怎么投资 有没有什么书推荐 然后他很认真的说 你看这本书就够了 我一看 这本书叫石油贸易手册 一共699页 他没有再细耍我 他是真的认真研究过 就像我在开头说的一样 首席经济学家 是傅彭身上 最不值得一提的标签了 即便我认识他很久 每次聊天 我还是会震惊于 他旺盛的好奇心 敏锐的观察力 极其强大的学习能力 和动手能力 包括你刚刚听完的这场对话 他给出的结论和判断 其实一点都不重要 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观点会被证明都是错的 真正重要的 也是可能会对我们更有帮助的 是这个珍惜样本 它呈现出来的思考方式 研究方法 还有思维习惯 当一件事情 让我们觉得有意思 或者反直觉的时候 我们该怎样抓住这灵光一线 顺着这根线头 获取到我们想要的信息 更好地了解 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还是很想把当年那门课 全球大类资产投资体系的内容 请傅鹏老师来小酒馆好好讲一讲 如果你想听的话 欢迎你在评论区多多留言 让他看到大家的呼声 如果你希望 多学习了解一些投资知识 欢迎你下载有知有心APP 我们在APP上准备了许多清晰 好懂的投资文章 音频 帮助你一点一点夯实投资基础 如果你想要对自己 或者家庭的财务状况 更有掌控感 梳理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 不同投资分别占比多少 非常推荐你用我们APP上的 家庭资产记账梳理一遍 你会获得一张专属的桑机图 清晰又直观 成就感满满 最后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节目哦 有空的话 请给我们点一个赞吧 这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 每周晚八点 和你相约在小酒馆 我们不见不散